整个龙岛的院子也算是搞定啦 接下来把三楼和四楼弄一下 这个四楼的大阳台 决定弄成露天阳台 在边边封一圈白羊木围栏 其实我感觉 这个烈焰星生存 改名叫龙岛生存更合适 但是已经造了这么多气了 现在改名就有点太晚了 还是继续叫烈焰星生存吧 把四个方向全部都用围栏围好 下面做一点三立欧的家具 我们就做四种 分别放在四个阳台上 本来是想用沙发围着一个桌子的 但是这个桌子是一格的 沙发是两格的 作为强迫奏来说 则非常难受啦 所以我把它改成了这个样子 看着舒服多了 另一边也来一个 四五家具分别都放好 大眼蛙的 凯蒂猫的 最后是大耳狗的 阿里把大耳狗的家具 放成了这个样子 有点类似于看台 因为这个区域对应的是游泳池 坐在看台上正好看游泳比赛 然后呢 弄完之后 我想来中间给他们喝个饮 但是 这个神圣树太爱事了 挡得内窖一个颜色 什么都看不到 我决定还是把它砍掉吧 这么大的神圣树 砍起来那可费劲了 问阿里要一把普通的胡桃 我的可是附磨了精准采集的 那可不能用 一万年过去了 终于砍到百分之百了 手都要酸色了 这个树啊太大了 所以游戏画面也是卡住了 卡了几秒之后反应过来 这个树呢 哎 没有完全砍掉 上面的大树冠 还有好大的一部分呢 我们再飞上来 把上面的砍掉 直接一个蓄力 好吧 又卡住了 哎 蓄力把握镜还是没有砍掉 但是我的太和鸡斧子 已经爆掉了 这个树也太难砍了吧 还剩下这些乱七八糟的分支 都不连在一起的 我们用木头 把它连在一起啊 到时候直接一个蓄力 全部带走 我又做了一把新的胡桃 来吧 一个蓄力 啊 不是吧 怎么还有这么多呀 神圣树的树干 有很多都是 斜着练在一起的 这种是不能一起蓄力的 哎呀 怎么办呀 烦死了 只能再找一些 大点的区域 再蓄力了 但是我发现有个问题 它好像有什么计算窗户吧 我才蓄力了三次 负责就给我爆掉了 卡了木头也不多呀 最后呢 我听阿里的建议 来做一把炼锯 但是家里已经一个铁都没了 紫银石也没了 所以我们两个闲分头行动 我去找一个新的火山 阿里去挖紫银石 传送到之前的火山 往北方出发 走了没有五分争 又遇到了一个新的火山 先定个点 把这些盈光晶体 还有铁块全部都挖掉 回到家里做出炼锯 阿里说这个炼锯的范围会更大 我们直接来砍一下试试吧 注意了啊 看好了啊 有没有看出什么变化 对 我的炼锯爆掉了 嗯 我就想问 这怎么能爆掉的 我就砍了这么点木头 炼锯 那可是炼锯 咱就说整个都无语了好吧 我们费尽千辛万苦 做的炼锯 就一下子就没了 唉 在这里呢 桃子奉劝小伙伴们一句 这个种神圣树之前 一定要考虑好位置 不然到时候砍起来 可就没那么好看了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可算是砍完了 剩下的树叶子 会自己慢慢消失的 唉 为了几个图 我容易吗我 今天鼠石当了一回光头墙 太不容易了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唉